在古代历史小说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节 在一场战斗中,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出战,进行多个回合的单挑 如果其中一方落败或被击杀,可能会有其他人继续出战 如果一方的主要将领被击杀或俘获 他的军队往往会溃败逃赞,而胜利方则会追击而去 我们可以从《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阳楼记》、《隋唐史记》乃至《西游记》中看到这种情节 比如关羽过五关战六将士,一旦击败对方的主要将领 对方的士兵通常会认输或者直接投降,甚至开诚欢迎关羽进城 这似乎忽略了几方在人数上明显优势的事实 好像主将一死,整个队伍的战斗力就会瞬间消失 然而,这些情节仅存在于小说中 那么,古代实际的战争会是这样的吗? 举例来说,如果将领在决战中相斗时 对方的弓箭手突袭,或者后援部队展开攻击 胜负将早有定论,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古代史诗中,是否曾有过这种称为战前斗江的情景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并不十分常见 东汉末年的战争多数并非如此 然而,后来的文学创作为了突出将领的勇武和增添故事的戏剧性 不得不虚构这种场面,以增加故事的吸引力 首先,我们需明确一个观念 在正史中,对于战争情景的描述实际上相当稀少 历史记载,通常只会简要提及某一时间,某一地点 以及某些人发生了一场战争 而战争的具体经过则先有详细记录 关于某位武将使用何种刀兵,展示何种武艺,以及在战场上英勇表现 这些细节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史书中 毕竟史书篇幅有限 若真要按照小说般的方式记录,便会变得极为冗长 由此可见,在后世的演绎小说中 对于古代战争的描绘,尤其是关于斗江行为的描述,都是作者的虚构 除非在某场战斗中,某人的个人英勇表现确实对战局产生了关键作用 否则史书中绝不会有详细记载 然而,这类战斗往往于演绎小说中所描绘的斗将有着显著不同 以关于斩炎梁和黄忠斩夏侯渊为例 这两次事件直接改变了整场战役的走向 然而,当时的真实情景与关于与炎梁在战场上对峙 或黄忠与夏侯渊对决并非一样 实际上,是通过趁对方措手不及时突袭而取得胜利 击败了对方的主将,使得敌军阵脚大乱 从而赢得战斗的胜利 在古代漫长历史中,有两个时期尤为显著 在其他时代,这种行为或许并不常见 但在这两个特定时间段内,这种策略却可能被采取 春秋时期以及东汉末年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历史阶段 在这两个特定时期,确实存在这斗将的情景 举例来说,在春秋时期,双方往往会在正式交战前 派出两位勇猛的将领展开一对一的搏斗 东汉末年则发生了孙策与太史次之间的单挑 与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情节颇为相似 他们在单挑后,孙策夺得太史次的头金 而太史次则得到了孙策的头盔 为何这两个时期显得独特 而且出现了这种看似滑稽的豆浆现象呢 原因在于当时的战争规则与其他时代有所不同 这正是产生这种豆浆行为的根源 举例来说,在春秋时期 各大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并不像后来那样激烈 参战双方的诸侯高层可能存在亲缘关系 甚至连普通士兵之间也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发动全面战争 可能导致双方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而且,参战双方的目的可能并非要完全摧毁对方 而是为了夺取对方的一些城池或土地 因此,为了争夺少量领土而拼命战斗 不仅会导致双方受伤 还会使得双方无法再和解 同时也给了第三方可乘之机 显然不是一个理智的做法 相比之下,选出两名出色的战士进行单挑 通过单挑的结果来解决胜负 显得更为经济实惠 然而,这种情形仅在西州中后期或春秋前期出现 随着时间推移 战争规模地扩大 这种场景已经不再可能再次发生 在东汉末年,情形与此类似 有时候,参与战斗的双方可能存在亲戚关系或就交 因此,直接在战场上互相残杀显得毫无意义 这也解释了为何孙策和太史词选择了单挑这种方式 他们之所以选择单挑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在当时,他们身后的军力并不强大 两位将领都只带着十几名随从,偶然相遇 孙策正有意收服太史词,希望能够利用他 因此他并未选择直接动手,而是选择了单挑的方式 同样的,在三国演义中,我们也能发现 早期可能涌现了许多单挑对决的情节 然而,随着三国形势逐渐明朗化 未辱无三足鼎立之后 这种豆浆的情节几乎完全消失了 在历史上,除了上述情况外 还有一类特殊类型的人物 通常被称为豆将 他们代表着那些典型的被误导致失策的形象 举例来说,北宋与辽国交战时 辽国有一位将领名叫萧塔林 那时,双方在禅州一带对峙,难分胜负 在这关键时刻,萧塔林挺身而出 站在宋军城外 挑衅要求与宋军将领进行单挑 萧塔林原本打算 或许一语通过个人挑衅 又是宋军离开城池交战 为自己后续发动进攻创造机会 在高声挑衅之际 他聪明地站在宋军弓箭的射程之外 符合他的战术经验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当时宋军偶然发现携带了一架床部 看着辽国大将在前方高声嚷嚣 而且刚好处于床部的射程内 宋军立即启用床部 一箭射中了他 在三国演义中 宋军可能会因为这种行为而受到批评 但在实际战争中 这一策略却表现出色 萧塔林的去世给辽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为双方最终签署禅院之盟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 回顾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战争 豆将这种行为基本上是不常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将军们通常会受到严密的保护 绝对不会被允许置身于前线冲锋 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 或许某些将领会发起一场激烈的单挑 然而 许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并不存在 因为它违背了战争的逻辑 显得过于荒谬 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疑问是 单挑的结果是否具有约束力 这个问题实际上取决于武将的态度 因为这关乎国家的重大利益和个人的声誉 仔细思考一下 当一方拥有绝对实力优势时 如果因为单挑而输掉整个战争 无论是害怕皇帝责备 还是损害自己的名誉 这位将领都无法交代清楚 这也是单挑较少发生的原因之一 因此 在历史上 武将之间的一对一对战实际上并不常见 在混乱的时代里 人们的战略思维都高度发达 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将领白白牺牲 他们期望以最小的代价 获取最大的利益 在充满尔虞我诈的战争时代 古人深知战争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毕竟 谁会愿意孤注一掷 自己辛苦创立的事业 去冒险未知的结局呢 您对于两军大将 是否会在战场上单挑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想法 一同探讨 然而 这种单挑的发生条件 通常非常苛刻 即使在东汉末年这样的时代 这种事件也相对罕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